11. 戴公報 南區豪宅今季了新盤主導 2015年7月14日地產 15. 戴公報信 記者臨衛方報導 股市持續波動 加上多個陽房新盤將傾巢而出 代理了今年第三季山頂南區豪宅定價會傾向克制 吸引買家入市 另一手成交將主導區內豪宅 佔市場總成交達50% 中原地產董事兼大中華高端物業 香港辦公室總經理何兆棠表示 今年第二季山頂南區共66中一手成交 金額20.7億元 佔市場總額51% 楊明山莊雙年戶1.7億億手指望下半年 何兆棠表示 套股換樓活動將會越來越頻繁 加上區內買家追求空間感 掀起分層互換洋房趨勢 勢令洋房樓價獲支持 預計下半年洋房造價在5%內窄幅上落 成交量與第二季相約 它又為 今年第三季山頂南區將會有多個一手新盤推售 如Mount Nicholson首期共17座洋房 縱樽角度44、46、48及50號共5座洋房 以及Widescent 28座洋房等 令橋福集團剛以近1.7億元售出 大譚陽明山莊17座1個中層相連單位 以實用面積4814方尺計 赤價於3.5萬元 M湖 racialbuilding 感谢观看